凤梨世家的产季从过年前开始 二月来到最大的盛产期 三到五月会逐渐减少 台东县凤梨世家 种植面积大约有2800公顷以上 产量大约19000公顿 农民一整年的辛劳 就等待收获的时节 这一次桃园携手台东 要一起推广凤梨世家 我们饶庆林县长带领台东县政府的同仁 到桃园来 跟我们一起来注销台东好山好水的好水果 就是凤梨世家 凤梨世家是一个非常有益健康的水果 那么帮助消化 有维他命C纖维素多 所以为了桃园市民健康 我们大力的鼓励我们桃园市民 来享用这个凤梨世家 为了优惠桃园市民 即日起也提供桃园市民地贡专区 每合10斤的台东世家 韩运只要500元 也欢迎各公司企业发起员工团购 同一地址 订购50盒以上 每合只要450元 桃园市民也可以用优惠价格 吃到营养好吃的台东市家 来到桃园市跟张市长做农业的交流合作 凤梨世家在台东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 那我们大概一年都会有将近40亿台币的过去 大概有将近40亿台币的外销收入 那么今年呢 因为在外销上受到一些困扰 所以感谢桃园市政府主动认购 让我们农民能够在这个世界 他们的一年的辛苦收获 能够有一些朋友来认购 那这里是非常开心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台东来玩 台东凤梨世家营养价值高 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C 蛋白质 矿物质 长辈以及小朋友都爱吃 以前品质好的都出口 现在桃园台东西手合作 让大家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 买到高品质的台东凤梨世家 记者东宇飞录竹采访报道